我们今天需要用到的蔬菜 西葫芦洗干净之后 去掉两头 分成三等份 在层中加一份为二 用勺子把中间的芯去掉 这样就可以了 去芯的西葫芦放在盘中备用 胡萝卜一根去皮 擦成细丝 再切成胡萝卜沫 越细越好 青椒一个 取一半用 切条 再切成末 放在一起 结成肉一块 把多余的皮脂和鸡膜 一点点的去除干净 切成大块 直接放在料理机中 搅成鸡肉馅 平底锅中加油 放入鸡心肉 炒到变色之后 加料酒和生抽 翻炒 加入蔬菜 炒到断生 加食用盐调味 就可以装盘了 把馅料放在我们准备的西葫芦中 搅一层芝士碎 这里需要用到一个可以进烤箱的盘 在烤箱中190度烤16分钟到20分钟 根据各自的烤箱适当的调整时间 鸡心肉汁是菊西葫芦 不止有拉丝 还有饱满的汤汁 咬一口超级的满足 餐桌上又一道新品 一样好吃还不会长肉 下来无事试一试 我们下期再见